新約維修的這套製冰雞是 Skosmec的牌子 它的問題是製冰製的一半的時候 就會停止到不足的 講來看上去 各個部件都是屬於正常為足的 要看看通知 最後就替它換這套製冰 講來看這套製冰的問題先 看下 這個指板的部位的話 這個就是兵滿的 這個就是發熱功能的 這個是正常制兵功能 這個是Power功能 這個是Visette 這個是渤馬器 這個是保險 它的電是由這邊輸入來 經過一個保險 這邊輸出去一部分給控制器的 這邊過來的話 就導致到這邊的生極管打開 之後它這邊的全感是 冰滿全感是 還有溫度全感是 還有溫度全感是 對了 電口味 這個是滲透回 輸入輸測 點一半電它壞 因為當時我們也拆開它 你量度過那個板底的電流去向 它的電的話 去到這邊的話 220轉成3-6V和12V的話 其中5V電就去到這邊的 是正常的5V電 但是它的12V去到這邊之後 你看看 12V電入了IC總乘之後 它就變了某輸測 本身是68的那裡 就是電流輸入 在這個輸入之後 就是這邊輸出去控制 但是它最後的電流是 是去到這個位置 電流由這邊 經過各個電源 就去到這個位置之後 就電不見了 是因為這個身邊出了問題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清楚 因為手機拍得不太清楚 電流明 那個IC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 它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的電流入了來 這個位置入了來之後 由於你現在看到 它上面各個環節 上面太多 就導致IC骨頭燒了 所以的話 它的15V電 沒有辦法打開 沒有辦法打開的話 它就控制不到 這個電源管理IC 就沒有辦法 對它輸入電 去到各個環節 這個主板結構非常複雜 如果你是初學者 你不要去摸它 因為它這幾個部分 都是靠它電壓 220輸入 220輸入之後 它都有12伏控制 220輸出這樣的 好 看回現在 基本上換了之後 的話 就是正常的 部機